原住民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国际审查会议和民间团体场次当中 台湾太鲁阁族自治协会理事吉旺 他进行了发言 说明太鲁阁族推动自治决心 建议中央单位要根据各个族群需求 提供足够稳定而且长期的自治推动经费和资源 这是台湾太鲁阁组织协会理事吉旺雷达 22号参加原住民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国际审查会议 以民间团体场次来进行发言 来向国际说明太鲁阁族人们的决心 但我们太鲁阁族其实从2004年正明以来 到现在都在推动太鲁阁族自治 而这个诉求已经是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努力这样 那希望能够被国家给重视到 那这一次在这个会议中我们特别提到 因为长期的推动的经验里面 其实族人也很深刻的感受到 其实土地的议题在台湾的社会非常的敏感 那我们也感觉到说为了要去能够在这个阶段 能够顾全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自治的这个想法 同时也能够有太鲁阁族族人的主体性 也能够被捍卫跟坚持住 我们就特别表达根据自治协会的这个讨论 特别表达了希望能够在太鲁阁国家公园 跟林田山这两个 其实就是太鲁阁族的传统领域上面 能够开始推动太鲁阁族的自治 而我们的族人之所以特别选定这两个点 因为它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意思就是那是我们祖先从过去就居住的地方 同时这两个点也是现在由中央管辖的领域 所以基本上不会因为在这两个点去实践自治 去造成台湾一般民众的担忧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量下 先从这两个我们的传统领域开始去实践我们的自治 那可是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实践自治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太鲁阁族人在国家公园里面 我们要实践我们的狩猎权 我们的这个采集的权力 其实都会受到国家公园法的限制 那如果族人在这个土地上 我们想要有机会能够来管理这个自己的这个传统的领域 其实除了会受到国家公园法的影响 那可能我们在这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些组织办法 都会需要去做调整 这些既有的台湾政府的这些法律的规定有很多是需要松绑跟修法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说其实要去实践自治这件事情 它很需要有中央跨部会能够一起来协调这件事 我们原住民的自治不会只有原民会参与 也需要有内政部 也需要有农业部 还有其他的部位一起参与在其中来讨论 才有可能让这个自治的推动能够加速 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国际审查会议的时候 特别提出来的想法 那这个自治的这个讨论呢 包含这个原住民狩猎群的讨论呢 也获得国际委员很高度的重视 旧王雷代佑达表示 自治推动需要大量心力进行族群内部和族群外部的沟通 讨论和意见整合 因此建议中央单位应根据各个族群的需求 提供足够稳定且长期的自治推动经贵和资源 现阶段原民会已经有针对部分族群包含泰鲁格组 提供一年期的补助案来推动自治 为了促进自治推动的原稀性 建议相关经费应该以多年为期为进行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